马华党选就要开跑 除了当权派领袖拼命捍卫自己的地位之外 多名隐退幕后的老臣子 也对党内的高职虎视眈眈 看似已经淡出政坛的马华前总会长 那都是温诗杰 这几年来处之泰然 对政党不闻不问 不过当他谈到马华当下的窘境时 他还是有些感慨 究竟这一届党选 温诗杰会不会重出江湖东山再起 今天的专题报道 就带你去窥探温诗杰的内心世界 情绪马华的温诗杰 在2010年的重选中落败后 他的政治生涯跌入谷底 不过他并没有淡出政坛 反而把火力集中在邦丹区 大力推动选区工作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尽管温诗杰在老树盘根的邦丹区 获得不少选民支持 但始终无缘代表马华出战大选 自此以后他的政土动向逐渐沉迷 随着马华党选穹英越来越逼近 温诗杰这批黑马是否再战江山 一雪前世让人关注 就在马华前朝领袖陆续回朝之际 保守政党高层打压的温诗杰之田 他不敢掌观东山再起 还轻探自己身份被揮 如今纯属一名普通党员而已 目前这个阶段既然是普通党员 也只能够做普通党员的事 只能够有普通党员的思维 为所欲为并不代表一定可以一步登天 温诗杰进一步说道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表态 是否出征竞选高职 远于在于政治圈充满太多变数了 一时三刻他也无从说起 正途坎坷的老王温诗杰 在经历了政党打压和重重的波折之后 至今依然心存斗志想要为党付出 不过前提还是要看 他是否可以顺利取得中央的入门票 纵观这些因素 温诗杰似乎不敢好高骛远 就连政治评论员也认为 温诗杰大势已去 如果老公坚持上阵党选 战情恐怕不太乐观 他失利之后 乃至于他在这次大选 没有办法上阵 基本上他的实力也可能大不如全 曾经是马华掌门人的温诗杰 拥有独行侠风号 当年他在论区内被宿敌蔡西利硬拉下法 回想起当年那段风云变色的情景 温诗杰依然心有语气 他更以不点名的方式 抛红当年的某一名领袖 更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之一 历经岁月的实力 身为旁观者的温诗杰 引进马华不够以往逐渐走下滑坡 这巨大的变化只叫他恶腕叹息 你这个党你这样走下去呢 还能够走得出去吗 还能够所以说在这个 不只是华人社会 也在马来西亚的种植主流里面 马华要痛定失痛 做很深刻的反省 不过他还是很意外 原本乐也融融的 马华两大巨头蔡西里和廖中海 始终难逃权势斗争的命运 再一次关系决裂 陷入水火不容的局面 这个我一点的 祝福我意料之外 同一批的领袖 其实他本身 却反而是成为一个乱局的主角 这个是令我们普罗大众 不仅只是马华党员 普罗大众 说感到纳闷了 引接马华党选就要开打 马华领导层是否能够以大局为重 抛开斗争恩怨和旧思培 选择改变劣势 走出新方向 开创民航未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RTM李智辉专题报道